南湖锦绣湾小区在渔航区南湖路 朱女士说小区是安置房一共有5状 然后有农民安置又有居民安置的 我们是去年1月份政府给我们安置在这里27状的 然后车位是一直没有安排的 然后今年1月份刚刚通知的20几号 朱女士说车位一共11万5000块钱 参加摇车位要交2万保证金 大概50多户业主参加了1月29号的摇号 入场以后后面有一块公式牌 就是哪些车位可以摇的 那我们一看那些车位都是在很远的 都不在我们楼下 我们都是很多人都提了意见 但是他们还是不理 就是照样就是照就进行了摇号 那可不可以不摇呢 不摇的话就保证金没了 就这么说的 我们保证金就交掉了 朱女士最后摇到了446号车位 她说这是物业会所下面的停车位 距离自己住在27状楼下的车位 有段距离 她带记者来到自己家楼下的车位 随后打开手机计时 开始往446号车位走 跟着朱女士绕了几个弯之后 我们走到了446号车位 手机上显示用了两分55秒多 我们有小孩买东西不方便 再拎过去太远了 大家都想在楼下 至少在自己27状这个区域 这样我还会迷路呢 朱女士说参加摇号的业主 摇到的车位 基本上都在物业会所下方的区域 她觉得如果当时在通知上 说了车位的区域 自己就不参加摇号了 小区里贴了一张国有土地征收区块 回签安置户地下车位的 申购摇号申请人公示 落款是渔航街道 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工作指挥部 记者找到渔航街道 成建科的一位孙科长表示 这次摇号的车位有90个 参与摇号的人家是50多户 这些车位所在的区域 这个之前有没有跟 这次所参加摇号的这些业主说 这个我觉得不需要说明吧 从程序上来说 一个我们大体的数量 应该是远远够的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作为安置房呢 因为前期已经安置掉一部分了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车位也是已经摇掉一部分了 那么后续这一批人完了以后 我后面还有很多空余的房子在 那么也要预留一部分的 孙科长说 街道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在小区住点 张贴的通知上也有联系电话 业主不清楚可以打电话来问 我们呢 现在摇的这个400多号的车位啊 是在 是在那个会所下面 可以说是两个区域 我住在那里半年 没有大进过那个区域 我自己都不知道400多号在哪里 没有规定说一定要车位是在 这个业主的楼下呀 对吧 哪怕说房产公司销售也是这样的呀 他们一年 基本上已经一年住在那里了 有些情况应该是知道的 这里27庄还有一部分农民 也是刚刚一月份安置的 他们在摇号的摇房子的时候 直接就把车位就安置掉了 一起就是安置的 就是对应在他们自己下面的 那我们嘛是二十几号通知的 那我们嘛想肯定是在摇号 肯定是摇在楼下的 记者在27庄楼下碰到了一位杜大姐 说他们的房子属于农民回签房 车位摇号当时是丈夫去的 27庄 您的车位是直接摇的还是说直接 摇的 摇的 我们都摇房子 包括主餐是全都是摇号的呀 那您那个车位是在您这个楼下的 楼下的 记者又问了小区里一位欧阳女士 他说农民安置房一个车位7500块钱 家里在27庄28庄29庄分了三套房 不过只能以7500块钱的价格购买一个 他摇到了28庄楼下的车位 因为我选的时候摇的时候就跟他说过了 我是应该应该填过的呀 有个意向 你是这个车位要放在哪个 哪个楼层的下面 272829都有房子 然后我要把这个车位放在28庄 然后到28庄的下面去摇号 你就指定摇28下面那些车位 就是这样摇的 朱女士说自己摇车位前 连车位所在区域都没有看到 更别说填写意向了 所以他觉得这本身就不公平 孙科长说 农民安置的事情 由另外一位理科长来负责 接着电话联系上理科长 理科长说 一户人家分到一套房 能摇一个车位 如果超过一套房 可以增购一个车位 摇号前填了意向表 他这个意向表 主要上面是写什么内容 主要意向表就是 你要不要购买 就是说他住28庄 能不能直接选28庄 下面的车位 他如果这些意向是可以期待 但是不一定就能够确保 他一定拿到这里的车位的 因为呢 因为有个数量上的限制嘛 就不能确保 就是所有的人家 都能拿到这个下面的车位 李科长说 居民安置房 为什么没有填写意向 自己不太清楚 接着再一次电话联系上 另一位孙科长 车位这一块本身 我们拆迁协议当中 也没有说提醒 一定要卖车位给他们这个说法 无非是他本性提出来 那么政府拿出一块来 那农民安置呢 对不对 农民是有政策的 这个是要配车位 有政策规定的 配不配车位 跟他这个摇号的时候 能不能去选 这个应该是没有联系的吧 农民可不可以选 我得到的 大概知道的是 农民也是要摇的 至于农民是怎么选 怎么摇的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 这个业务不是我客室的业务了 孙科长说 因为这两天在开会 相关的政策 没法当面提供 朱女士说 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自己不会再要这个车位了 希望街道能够换一个车位 或者退钱 这个我做不了主 好吧 我们原则上 我们一定是按照公司的计划来的 那谁能说了算 谁能做主 这个都是集体商量的事情 不是某个人能够做主的事情 记者来到街道九楼的党政办 工作人员表示 领导也外出开会了 朱女士表示 他会等领导回来之后再沟通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 会我们不会看了 请不吝点赞 咱们